哈喽 这是我在茶山醒来的第一个早晨 然后可以看到我后面是我们昨天喝茶的小茶园 今天早晨呢 这个刚刚下了一场雨 所以雨雾蒙蒙的是感觉比较冷 我昨天晚上睡得不是特别好 因为这种环境我还不是特别的适应 在这里的话就是完全的山民的生活 今天我也会带大家去看一下 大家这个在这里面山民采茶的这些工人们师傅们 他们是怎么运作生活的 他们吃什么样的早餐 然后住什么样的房间 都会给你们一一地看到 现在我们的小伙伴已经在这边吃早餐了 你看他们吃得不亦乐乎很开心 我觉得我还没有看到早餐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一些早餐 但是看大家都吃得很开心 所以我现在已经特别饿想去吃一下 然后你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吃饭的环境 后面就是大山 就是我们的茶山 真是空山星雨后天气晚来秋的感觉 雨雾朦胧的 所以在这样的品牌上吃早餐 那真的是很有意境 我觉得是开启我们一天当中 很好的一个开端吧 现在我们的阿姨在帮我们 做米线和面条 然后我们今天早餐就是这样 纯手工制作的 现在下锅了 做面条 因为我们刚刚说想吃面条 阿姨就帮我们做了 在这个调料区加点折耳根 来挑战一下我自己 因为我之前吃过这个还是觉得不太适应 这就是我刚刚加的一碗面 感觉还是很鲜红很好看 然后我准备捧着这一碗 我今天早上的早餐面 准备吃了 一定要把它吃完不能浪费 你看我吃得干干净净吃完了 然后呢我们还附送了一包这个火腿肠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身后是有一片玉米地的 然后我们刚刚在这个 带我们上山的师傅说 如果我们今天不把这片玉米地收完 我们就不准走 我们刚刚吃完早餐 然后现在准备去小卖部买点吃的喝的 然后准备上山了 现在太阳已经逐渐出来了 所以这个天气正好上山观览一番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记得要看我上山哦